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别就是最近移民潮之下 为什么香港的楼价没有跌 以及在共同富裕之下 加上北部大都会这个新闻 对楼市的影响 香港楼市的分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就不是一集能够可以概括 不同的影响楼价的因素 所以就要分很多集 而每一集都会专题分析 一种因素对楼价方面的影响 我们集大大之后 都会一年多集 都会讨论关于香港楼市的问题 大家有兴趣就继续看我们的分析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经常都听人说 我们香港的楼价贵 是由于存在一个叫做供不应求的关系 什么叫做供不应求呢 简单来说 需求是分开了两方面的 一个就是真正用来住的需求 而一个需求就是以投资保值方面的需求 那今集我们的内容就是从一个人口方面的数字去看 相比香港实际能够做到的供应 究竟香港的房屋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供不应求的问题 我们看第一组数字就是看我们香港的人口 我们由粗到精去看这些数字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最新估算 在2021年到中 香港的总人口就是739万4700人 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香港已经是连续两年出现人口总数减少的 而自1961年开始有这个统计资料的时候 香港的人口是从未出现过人口总数减少这个现象的 接着我们就要看一下人口的出生数字 人口出生的数字基本上就是分为两组数字的 一个就是叫做出生的数字 一个就是叫做活产婴儿的数字 出生就并不是一定能够是存活的 每一年都有一定的百分比的婴儿是腰折的 所以人口的实际增长我们应该是参考活产婴儿的数字 我们就找到自1961年至2016年的统计数字 打后的那些就比较难找一些 因为这些数字是由香港统计处的人口普查的数字来的 最新2021年我想要到2022年才会有的 如果我们单从这些数字去看 香港出生的婴儿数量由60年代每年大概是8万人 下跌到最近这几年每年只有5至6万人 而相对人口总数这个基数是年年上升的 代表香港的出生率是持续下降的 大家可以留意发现 在2005年至2012年 香港出生的婴儿人数突然间大升 这个由于在这一段时间 有一个叫做双非婴儿这个问题出现 你看到这幅图表就是双非婴儿 还有一个统计是说其他的 其他就是说叫做不登记父亲的资料 出了世又不能说的老爸是谁 这些可能都是疑似相非来的 香港除了人口是靠自然增长之外 其实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人口的遷移 这幅图就是记录了1981年至2016年 香港出生的死亡人数是一个图表 你会见到活产婴儿的数字 就是去到2002年开始特别急升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双非婴儿来的 见到是粉红色那条线 就是扣除了双非婴儿 其实这些就是香港人生的 你见到死亡人数就是持续上升 这个是由于香港的人口开始老化 死亡人数和基数大了 所以单计人数就是持续上升 香港人口的出生率是持续处于一个低的水平 而粗死亡率是持续上升的 这个是因为人口老化的问题引致 未来的自然增长都有可能出现负数 自然增长的意思就是出生的人数减以死亡的人数 去到二十多年之后 这个时间点就去到2046年 即是我们的特首就说这个叫北部大都会 就大致完成了 根据香港政府自己的人口估算 香港到时已经是处于一个叫做老龄化的社会 人口的中位数就是为五十一岁 总体人口是七百六十万 而北部大都会就说可以容纳二百万人 那究竟这些人在哪里来的呢 那我们看回现在我们香港的人口金字塔 那我们的人口结构呢 我觉得是去到2046年 就反而应该要兴建更加多 医疗养老的设施的 那除了我们看这个自然增长 这个数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呢 就是叫做替代率 那人口替代率呢 是说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 在人口出生上和死亡 是达至到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比率 那即是说呢 每个妇女平均生小孩要生多少个数呢 才是保持现在的人口是不会少了的 即是达到人口保持平衡的状态 那根据联合国推算 那他就指出 标准的人口替代率呢 就是2.1 即是平均呢 每个女人呢 是需要生2.1个婴儿呢 那人口才不会 就是过了若干年后呢 是会越来越少的 那现在香港的人口的替代率呢 是只有1.154 那我们用很多其他已经发展的 这些发达国家呢 和他都是 就是那个叫做人口替代率 比较低 去做一个比较啊 那香港呢 这个人口就是替代率呢 是比啊 这里见到啦 日本啊 韩国啊 新加坡啊 荷兰啊 瑞典啊 英国这些地方呢 更加低的啊 那另外一个影响香港人口的主要因素呢 就是人口迁移 那我们图中所见呢 就是香港人口增长的 那个变化的历史啊 那粉红色线呢 就是自然增长 那整体的趋势呢 都是持续向下的 当人口老化配合一个生育率低的呢 死亡人数就会多于出生人数的时候呢 自然增长呢 就会出现负数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可以呢 预示到呢 我们香港呢 未来呢 呢 会见到的情况的 那蓝色那条线呢 就是人口迁移啊 那整体来说呢 那香港呢 就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啦 那人口呢 就会因时代的一些因素呢 是有大量的迁入 或者是迁出的 那例如我们之前说过 是1974年呢 有个叫做抵蕾政策 落到市区 那呢 落到市区呢 就可以拿到身份证的 那市区的定义呢 就是叫做 界限加以南 才为之市区啊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绝大部分呢 香港的装修师傅呢 其实都不是香港出生的 而是呢 在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偷渡到来香港 那去到呢 1980年10月 就因为呢 太多人呢 偷渡啊 就来到香港呢 那港英政府呢 就是推出一个叫做 即暴即戒的政策啊 那所以呢 1980年啊 那时候是18岁的那些人呢 到现在呢 就已经是60岁的了 那就是说呢 那这些人呢 是属于 装修佬 最年轻的那一批 那基本上呢 是極少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呢 是从事做装修这个行业的 那就是说 现在做着装修的主力呢 其实就是60至65岁那班人啊 那他们基本上65岁过后呢 就拿政府津贴啊 拿政府钱呢 就准备退休做康奸的了啊 那所以过了几年呢 就我们装修行业呢 就是更加会缺人的 那到时呢 就是人工呢 就将会更加贵啊 那说回啊 到了80年代初啊 那港英政府呢 就开始放风 就讲一下我们香港呢 有一个叫做前途的问题 那时候呢 很多人呢都开始呢 有 就迁出香港呢 去移居外地的 那而当时呢 呢 仍然呢 是很多这样的 大陆的国内人士呢 就涌入去香港啊 那所以呢 呢 我们在这条数里面呢 仍然见到呢 香港是有 淨遷入的人数的 那到了1982年啊 那就是9月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 英国的首相呢 就是戴卓尔夫人呢 就在人民大会堂跌倒 那香港呢 那时候呢 就开始呢 就进入呢 回归的倒数了 那大量的香港人呢 就开始 迁移啦 就是移民啦 那到了1984年啊 中英 簽署这个联合声明的时候呢 香港呢 那个人数呢 就跌到去 就是最低了 那但是到了之后呢 那一下就 八九啊 天安门事件 那再次呢 触发了香港人的移民 那香港的人口呢 都是出现了 正流出这个情况的 那到了及后呢 大陆的情况就开始稳定 香港呢 仍然呢 是相对外国呢 是容易赚钱的地方的 那大量的港人呢 就开始回流 人口迁入的数字呢 就大升啊 那到了九八金融风暴的时候呢 都出现了大量呢 的人口移出的情况的 那其后呢 到03年的沙士呢 到08年的金融海啸呢 都会见到啦 香港呢 同样呢 出现了一个 人口淨流出的情况的 那时至今日呢 那香港呢 就再次出现了一个移民潮 香港政府的统计处呢 暂时呢 只能够提供到 是2016年的数字啊 那未来22年呢 就应该都会有 21年公布的数字了 那我们承接回呢 我们大概几个月之前呢 拍了有一集呢 就是关于移民潮啊 之下呢 为何呢 香港的楼价是不跌呢 那我们呢 就是整理了一些这样的数字的 那上次呢 就去到21年的9月份 那就是讲下呢 有几多人呢 在这段时间呢 就是 就是经这个机场呢 离开了香港 那可能呢 去了移民的 那我们又过了这几个月呢 我们就update 这几个月的数据啊 那 那我们见到啦 在这几个月呢 最近这几个月呢 那我们看回呢 那我们看回呢 那机场离境数字呢 都仍然呢 都是出现有淨流出的这个情况的 那现在每一个月呢 那机场入境数字呢 都是大概是维持在 二万三千人左右 那而离境的人数呢 自七月份开始呢 就持续下降了 那是不是代表这一股的移民潮 那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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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然啦 要继续是持续去观察的 那 那正离境人数多 那那当然呢 就反映了 真是呢 有批人在这段时间呢 就是选择了移民的 那但是呢 也可能呢 是移居啦 或者是去长时间出去旅行的 那因为呢 那现在呢 香港呢 就是你去完外国 你要回香港啦 那是需要呢 是隔离二十一日的 那假设呢 那假设呢 如果当我现在在泰国呢 我都不会选择呢 在这个时间呢 是回来回来香港住的啊 那所以呢 就 就现在从一个人口迁移的数字啊 和一个自然增长的数字呢 呢 我们是 看不到香港有 香港的人口呢 是有大量上升的趋势啊 那人口的总体数字呢 就可以简单概括到 总体那个住屋的潜在需求啦 那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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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其他数据呢 可以更加帮我们去了解多一点的 那其中一组数字呢 就是结婚的数字啊 那 那根据暂时呢 可以在政府统计处找到的数字呢 就由1971年 至到去2016年呢 这45年的数据啊 那我记得出来啦 香港呢 平均呢 每年登记结婚的数字呢 总共是43,331人 那这个数字呢 就是反映到呢 就是说 要结婚 就可能有机会要搬出去 而提供一个住屋的需求的 那当然啦 结婚呢 就可能有部分仍然呢 就是结婚了之后 都跟家人去住的 那也都有一些呢 就是未结婚 都已经是住在一起的 或者有部分呢 就是来香港结婚 但是根本就不会在香港住的 那但是呢 有多少人结婚呢 是大概都计算 就是可以当参考到呢 有多少的潜在的住屋的需求啊 那统计处的数字呢 就只是去到2016年了 那我翻查回入境事务处呢 就能够提供到呢 2017-2019年的数字的 那这三年的结婚数字呢 仍然呢 是高过呢 之前那45年的平均数 那当然呢 就涉及呢 人口的基数比 之前大了啦 那但是大家会看到啦 那这几年呢 就那个结婚人数 都是一年比一年少的啊 那这个由于呢 可能这几年呢 社会比较动荡啦 那如果出了2020年的数字呢 我相信呢 结婚的数字呢 可能是会更加低的 那那 看了结婚呢 做一个数字都要参考的 就是离婚的数字啊 那离婚呢 其实就是暗示了一个家庭呢 将会是一分为二 那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呢 住屋的需求来的 那根据呢 你看看啊 香港的政府统计署的数字啦 我们看到呢 离婚的数字呢 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的 那这几年呢 就大概每年呢 都有成一万多宗呢 的离婚个案的 那统计署的数字呢 就是我找到了 就由1981年才开始有的 那可能之前呢 就离婚的个案呢 就比较少 那你看回啦 原来1981年呢 香港离婚的数字 都是说都是几千宗 很少的啊 那离婚的数字呢 就当然啦 你见到 计过 就是个数字 就是个数字 你见到是持续上升 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个人口 总体来说是多了的 那我们呢 就可以看完那个叫离婚率 那你看回呢 原来离婚率呢 那都是持续上升的 那就是这个呢 那你看回呢 就是 这个呢 是千份比来的 那就是说 你现在香港 现时的离婚率呢 大概是0.3% 那但是我们都看到个趋势 那是一个呈现上升的趋势来的 那 那 0.3 即是千份之三的离婚率 是否很低呢 那我觉得就不低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按一个总体人口去计算的 那如果我们用 就是相比之下 你有多少人结婚 而有多少人离婚 那去作一个比较呢 那你会发现呢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香港的离婚率呢 是有40% 那就是说 大概一年呢 有5万人结婚呢 那 就每年呢 就有2万人是离婚的 那 那香港呢 那家庭的住户数呢 就在由2006年呢 就有223万 那到了2016年呢 就是去到251万 增幅呢 是去到12.7%的 那 那刚才所说呢 就是说 有些人是 大家庭 结婚要走出去 或者是离婚 会成为一个一人家庭 那还有呢 就是可能那些人不是很生育的 那所以呢 香港的人口的住户结构呢 是去到一个叫小家庭 那 那 2006年呢 其实每一个住户呢 我们的平均呢 就是有3个人的 那去到2016年呢 一个家庭呢 其实就2.8个人的 那 而家庭住 家庭住户的数目的增长呢 呢 刚才说是有12.7% 而期间呢 人口的增长呢 只是得6.9%的 那这些呢 就是代表了 一个大家庭 变成小家庭呢 引致到一个住屋的需求来的 那 那 人口增长呢 无论来自这个自然增长啊 或者是人口迁入 而引致对房屋的需求呢 亦或来自婚姻的关系的转变 而产生的需求呢 那会不会真的会影响到楼价呢 那其实呢 影响到楼价的因素呢 是很多的 而这些因素呢 只是佔影响楼价的因素的一小部分 那当中呢 有些什么因素会影响到楼价呢 那还有包括 例如货币的供应 利率 汇率 经济的增长 环球那时的大环境 房屋政策 国民收入 失业率 楼宇供应 那种种呢 就很多种的因素去弥定 最后的楼价是会怎样的 那但是实际的增长 那这样的需求的增长呢 是对楼价呢 是有一个正面的正向关系来的 就是正相关的关系来的 那最终的一个楼价 是会向上 向下 或者是平稳呢 那是其实看回 刚才很多种不同因素的角力 而得出一个结果来的 那实际的需求增加呢 是可以呢 直接呢 是推高到楼价的 如果那些人呢 就是直接去买楼啦 那也都可以呢 就有部分人呢 是负担不了高楼价 那他就会要求政府呢 建多些这样的公屋 或者津贴房屋的 那而这些这样的公屋 或者津贴房屋呢 都会佔用到土地 那就是说可以兴建私人房屋的土地 就被瘫薄了 于是呢 就推高了这个土地价格 那从而呢 就是间接了 就推高了这个楼价的 那我们呢 现在可以看回房屋 提供的数字 那现在呢 现时一般公屋 申请的 轮后时间呢 就是要5.9年 那一人长者呢 平均都要3.8年了 那直至到2021年9月底 啊 总共呢 就有153,700宗的申请 那另外还有呢 10万零八百宗呢 是叫做计分制之下 非长者的公屋申请 那就是说呢 两条数加上呢 都有成26万个公屋申请 在这里大家在轮后中的 那我们看回房屋委员会 最新的那份年报 2021年的 那他指出了 那就政府呢 就千辛万苦地 就找到三百三十公顶的土地 那是可以呢 兴建到三十一万六千个 公营房屋单位 那就可以去满足回 未来十年呢 那个公屋的需求的 那但是呢 原来他们估多少呢 他们就是估呢 是 未来这十年呢 都是得三十万一千个 公屋单位的需求的 那大家看到了 那刚才那个数字呢 现在排队都有二十六万啊 那你想一下呢 就是要排多久了 那他们也估计呢 未来这五年呢 那将会有六万七千一百个 公屋单位供应的 那但是这六万七千一百个 公屋单位呢 就不是代表全数呢 都可以提供给 现在现有的轮后者 那这六万七千一百个 公屋单位 除回五年呢 其实平均呢 就是说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个单位的 那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二十六万个申请啊 那就是要排多久才排得完啊 那通常呢 就是免费的东西呢 那我需求就可以去到无限大的啊 那不是无限大的原因呢 就是一定是有些条件上的限制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看到啦 那工屋的那个申请呢 就 就 轮后的时间呢 是一路一路这样去增加的 那当然啦 那这班人呢 就未必有一个购买力呢 去直接去买楼呢 从而推高了楼价的 那但是呢 你建这么多的工屋呢 就会和一个土地呢 和一些私人屋宇呢 的土地呢 会产生一个竞争的关系啊 那间接是推高了土地价格 从而呢 推高了楼价的 那这一部分人呢 就上不了楼了 那上不了楼呢 那他唯有一系 就继续住住 现在的屋邨 或者和家人住住先 那有部分人呢 可能走了去私人那里租楼的啊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就是到最后呢 都是推动到租金啦 那那其实都是间接呢 就支持了那个楼价的 那那看回呢 现在呢 申请公屋呢 就如果你是一个人呢 的每个月收入呢 其实是不可以 就是超过一万二千九百四十元的 那现在呢 香港的最低工资呢 就每小时就是三十七个半 那如果按一日工作八小时啊 而一个月你是工作二十六日的话呢 那那你的月薪呢 就是七千八百元 七千八百元一个月啊 那那虽然呢 一万二千九百四十元呢 这个数字呢 就比我们香港的最低工资呢 七千八百元呢 可能是 就是多了很多了啊 但是呢 如果你要合条件申请公屋呢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那我们看看这些数字呢 那我们就参考了 香港统计处的叫做综合住户统计调查 2021年的第二季度啊 那香港现时呢 的入息中位数呢 去到每一个月是万八元的 那如果要一个人去计 而月入是少过万三元的呢 那才有机会申请到公屋的啊 那这批人呢 占我们的劳动人口啊 就业人口啊 是三十个巴仙的 那而月入超过三万五千的人呢 呢 就大概占我们的总体就业人口呢 是二十个巴仙的 那而这一班 即是月入超过三万五的人呢 呢 才有机会呢 是进入一个叫做公楼的阶层啊 那我写着叫楼楼啦 或者呢 是一个叫做业主阶层啊 即是吃客啦 即是吃狗菜那些人啊 那即是说呢 那我们的就业人口里面呢 有五十个巴仙的人呢 是不够资格申请公屋 而又同时间呢 是不够资格呢 去上车的啊 那我刚才呢 就用了啊 就是说 如果你找到三万五元 才有机会啊 就是做到这个叫做上楼 或者叫做上车的公楼阶层啊 那其实是一个粗略估算的啊 那那因为我们香港买楼呢 是要经过一个叫做压力测试的啊 压力测试的啊 那现在假设呢 如果你那个物业啊 那个楼价是六百万啊 那你而是借九成的呢 即是借五百四十万啊 那按至现在的利率是2.5个巴仙 而你的供款年期是三十年啊 那你看回你过到压力测试呢 你每个月你的收入都要有四万二千六百七十四元呢 你才有资格去上会的啊 那我为什么说三万五都有机会你是上到车呢 那可能就是你不是借九成啦 可能有家人或者你的储蓄大 你借不到 不借那么多 那你可能这样就 就是入息低些呢 你就过到压力测试啊 那所以呢你会见到啦 其实是香港有很多些人呢 其实是韭菜阶层来的 又是住不了公屋 但是呢又是买不到楼 而出去租楼住的啊 那住屋需求是否真的啊 可以影响到楼价呢 其实呢就好看这个需求究竟是来自哪一方面的啊 那如果啊 那这些需求是来自一个叫菜根的阶层啊 就是来自住公屋方面呢 那它在土地的竞争上面就间接了推高了那个地价 而反映到在私人住宅的楼价里面 那对实际的楼价呢 是影响是相对来讲的 是轻微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韭菜的阶层啊 那就会推高了租金的了啊 韭菜阶层就是你要出去租楼住的那些啊 那因为呢 那你呢 你去租楼呢就推高了租金呢 从而增加了投资物业的回报 那就增加了投资物业的誘因 那呢就会推高了楼价 那对楼价的影响呢 是大而是间接性的啊 那如果你是来自公楼或者食客阶层啊 就是你有份做楼奴或者是想着是买楼收租的 那你是会直接增加了私人楼宇的需求的 那你是直接就推高了这个楼价的啊 那公屋有公屋资格的人呢去轮候啦 那没有资格申请公屋的人呢 就要去竞争一些非公屋的单位的了啊 那根据香港统计处中期人口调查2016年的资料啦 香港呢总共有多少个单位呢 香港总共有2526,026个可以住人的单位啊 那当中呢有30个%是公屋来的 而有68个%是私人的单位或者是居屋 那如果用这个收入的衡量 那刚才我们说了 大概30个%的人呢是有资格申请公屋的 那他们呢就是用排队的方式 去获得这30个%的楼的资源 那而没有资格申请公屋的70%的人呢 就要是用金钱去竞争 去竞争余下的68个%的楼的资源了啊 那所以呢呢 香港的楼竞争仍然是很激烈的啊 那除了单位上就是数量上的需求之外呢 那另外一个需求呢 是来自居住面积的需求的 那上一次呢我们拍《移民潮》那集都讲过的了 那香港呢是相比世界主要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啊 人均居住面积呢是最小的地方来的 那香港那些人究竟住多小呢 那他都讲到啦 就是香港自己估算呢 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呢只有161平方尺而已 那有些数据呢更加离谱的 那我们看回政府统计处 最终期人口普查2016年指出啊 那他就是看回原来呢 全香港呢总共有27,100个屋宇单位呢 是有分层间隔的 那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劏房 那而这些劏房呢 总共呢就间了出来有多少个单位呢 总共间了92,700个单位出来 就是说平均呢 这些劏出去的单位呢 都是间3.4间的劏房单位出来的 那而这九万几个劏房单位呢 总共住了多少人呢 总共住了二十万九千七百人啊 那而这些单位的面积啊 的中位数呢 就其实是十平方米 就是一百尺左右啊 就是间一间出来大概一百尺左右啊 那人均居住面积 除出来呢 就是只有五点三平方米而已 那如果我们啊 不用那些好极端的数字 现在就是劏房啊 看看香港人均的居住面积啊 那我们可以用这些概括的数字去看的 那都是来自政府统计处的数字啊 香港呢 你看回呢 除了一个人住的单位 它能够一个人平均居住面积 去到三十个平方米的话呢 其实你看到呢 香港很多的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 四个人 五个人 六个人 它的单位呢 其实都是住几百尺的 那所以呢 你会计算得出来呢 香港其实呢 每一个人平均的居住面积呢 都是得一百六十一平方尺啊 政府计出来的 不是我计的这个 那如果啊 要改变生活的环境啊 那居住面积要改善的 大家要住多些的空间的 那究竟啊 如果用面积去计算 这个需求究竟啊 有几大呢 那啊 那啊 除此之外啊 香港人呢 就是改善居住环境 或者是提高居住面积呢 这个需求呢 其实呢 是一直呢 是被压制了的 那这个是多得于呢 香港政府在二零一零年 首次推出辣椒 那由于呢 出尖之后呢 那楼价促升呢 那所以港府呢 就更加会出了些什么 加辣那些东西的 那包括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额外印花税SSD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双倍印花税DSD 那还有呢 是买家印花税BSD 那如果你原本啊 住了一个物业的 你想换一个地区 或者你想换小楼换大楼 或者换个好些的地方 那你当然呢 你就要卖了之前那间 就去买个第二间 那你就是属于 第二间物业的了 那你就要打DSD 那当你买一层楼是一千万的 你就打百五万税了 都挺厉害的 那我们今集的内容呢 就集中讲呢 在一个实际的需求里面呢 即是住屋需求呢 影响楼价的因素啊 那之前我们也说了 影响楼价的因素呢 是很多方面的 那有部分的因素呢 是有利过楼价 也都有部分的因素呢 是不利过楼价的 那最后楼价怎么去走呢 就是这些的因素里面 角力之下呢 去产生的结果来的啊 那所以呢 如果你单从一个 就是说是移民潮 很多人走 那香港的楼价呢 就必然大跌了啊 那如果你 就是这么简单去看一个 因素呢 就这样去断言呢 那我就觉得 就是你们的分析呢 就是过于粗疏啦 那未来呢 我们扎大大呢 都仍然会有拍几集 是关于香港楼市主题 而分析楼价的走势的 那有兴趣啦 那大家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好 好